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志向术 再憋康乔 坚持不懈 全身心的爱 人生 中华世纪谈碑文 英之歌 这样几篇作品推荐给大家 在这儿呢 给大家来分析两个作品 来做一个引导 以后练东西按照这个方法去做就可以了 首先看这样一段文字 各位 第一篇叫什么是幸福 在前面我曾经领读过大家 各位 什么是幸福 我们来读一遍 什么是幸福 开始 什么是幸福 一直因为幸福在远方 在可以追逐的未来 于是我双眼保持着跳浪 双耳慈悉临近 唯恐疏无错过 后来才发现 那些握握的手 插过的歌 流过的泪 爱过的人 所谓的从今就是心 刚才这叫读 刚才这叫读还是送 还是什么 这是读哈 来 我们说把一个东西 你看读一遍了解它 来 然后再说 再送 比如说把这段话说出来 怎么个说法 一辈开始 唱过的歌 流过的泪 爱过的人 所谓的曾经 就是心 刚才第一遍叫读 这是说 你看 以后啊 同样一篇文字 就像咱们炒菜一样 比如说 一舌三吃 比如说 把一个东西 给它分开来 先读一遍 知道那个感觉 然后说 说东西 很容易走进心里的 你看这些说出来 一直以为 幸福在远方 在可以追逐的未来 于是我的双眼 保持着眺望 双耳仔细聆听 唯恐疏忽错过 后来才发现 那些握过的手 唱过的歌 流过的泪 爱过的人 所谓的曾经 就是幸福 这叫说 这是说 你看 把一个东西 一篇文章也好 一个好的东西 你去说的时候 往往特别能增加 你的理解力 感召力 就是能够更让你 学到内心里去 说 然后再送 送的时候 给它悠扬开来 一直以为 幸福在远方 在可以追逐的未来 于是我的双眼 于是我的双眼 保持着跳腕 双耳仔细聆听 唯恐疑 唯恐疏忽错过 后来才发现 那些握过的手 唱过的歌 流过的泪 爱过的人 所谓的曾经 就是幸福 以后去熟悉一篇作品的时候 按照这个顺序去做它 把这推荐给你的东西 真的去按照这个熟悉 更好的是背到心里去 那就成了你 一个基本能量的集合 这个基本能量 到哪儿去都可以用 然后再养成这样的习惯 多熟悉一些作品 你就更具能量 现在不翻它 从这里走 我们在这一节里头 给大家分析两篇 这是什么是幸福 按照刚才的顺序 念一遍 知道整个的东西 说更走进心里 送就是演绎给别人看的 去听的 去分享的 这是一个学习方法 这有一篇大作品 歌颂毛泽东主席的 看看 作者同样是王怀让先生 王怀让先生在 在前不久过世了 是一个作家 他的作品很 很是有感觉的 那种很大气的东西 我们在这里呢 这篇作品很很大 我们听一遍 音频啊 听这里头的感觉啊 然后以后呢 读一遍 建立印象 刚才说的念 说 送 以后按照这个方法 去熟悉一些作品 来啊 我们听一段音频 看看 人民万岁 我们走一遍啊 万岁 作者王怀让 朗诵 李贞顺 你从 香香香的 那棵锤挂过许多苦难的老湖树下走来 你从长沙的那口映照着许多血泪的清水唐叛走来 你走来 你走来 静止走上天安门城楼 向着创造历史的人民用深沉的湖南口音高呼人民万岁 你从可以望到民族志气的上海望志路走来 你从可以看穿世纪烟雨的南湖烟雨楼走来 你从八百里井堂的很有特色的中国的秋收里走来 你从二万里长征的很有气魄的中国的长桃中走来 你走来 大步走上天安门城楼 向着改造历史的人民用红亮的湖南口音高呼人民万岁 你从万里雪飘的北国风光走来 你从顿时滔滔的大河上下走来 你从史记里的秦皇汉武的赫赫武功中走来 你从资质通鉴中的唐宗宋祖的异议文采中走来 你走来很现实的走上天安门城楼 向着扭转乾坤的人民 用可以穿透乾坤的湖南口音高呼 迎命完遂 你从照耀人民智慧的西江乐徽里 很抒情的走来 你从奔腾人民力量的满江洪浪里 很激情的走来 你从宋温神的浮想连天的兴奋的韵角中走来 你从盗勺山的夜不成妹的振奋的平坐里走来 你走来很浪漫的走上天安门城楼 向着叱咤风云的人民 用可以驾驭风云的湖南口音高呼 人民万岁 你走上天安门城楼 是为了高呼人民万岁 人民才用自己的身躯 把天安门拖得如此鹅鹅巍巍 你走上天安门城楼 是为了高呼人民万岁 人民才用自己的血汗 把天安门染得这样如苗如晦 这就是你教给我们的真理 呼人民万岁的人 他活着的时候 人民才会向着他高呼万岁 你走上天安门城楼 是为了高呼人民万岁 把握历史的人民 才会让你在历史上永放光辉 你走上天安门城楼 是为了高呼人民万岁 主宰世界的人民 才会让你在世界上万古永垂 这就是你教给我们的哲学 呼人民万岁的人 呼人民万岁的人 他死了 他的思想却可以万岁万万岁 赢命万岁 把一个东西刻在脑子里 当你去真诚的演绎的时候 马上感觉不一样 结合我们前面提到的 个人魅力五个一 再结合前面说到的 背诵记忆的一个规律 通读三遍定小题 小题之间找联系 一段一段往下进 这篇文章成我的 当你脑袋里 有一些好的东西的时候 您就更有底气 更有能量 去熟悉他 要读这种东西 一定要赋予激情 看啊 这样来一段 你记得体会啊 你走上天安门城楼 是为了高呼人民万岁 人民才用自己的身去 把天安门拖得如此 额额巍巍 你走上天安门城楼 是为了高呼人民万岁 人民才用自己的血汗 把天安门染得这样 如苗如晦 这就是你 教给我们的真理 他呼人民万岁的人 他活着的时候 人民才会向着他 高呼万岁 你走上天安门城楼 是为了高呼人民万岁 把握历史的人民 才会让你在历史上 永放光辉 你走上天安门城楼 是为了高呼人民万岁 人民才 主宰世界的人民 才会让你在世界上 万古永垂 这就是你 教给我们的哲学 呼人民万岁的人 呼人民万岁的人 他死了 他的思想 却可以万岁 万万岁 一命万岁 大作品 要有感情 要有激情 要进入 投入 去做才行 以后呢 就是对一些东西 真的彻底理解它 往心里去 在我们这些 年轻的生命里头 回顾自己的历程 有没有哪天激情的事 这样一个朗读方法 这样去读一个东西 有没有 没有过 以后找一些作品 今天在这个 九篇习作里 分享给您的这些作品 都是绝对值得去背会的 然后真的去演绎 哪怕就用地方方言 去说这些话的话 就是背这些词的时候 都特有感觉 让生命激荡一下 由内而外的感动一下 九篇习作 按照这种方式 去赋予他生命 读东西 讲东西 让那些躺在纸上的文字 让他跳舞 在人们面前去跳动 赋予他们感觉 赋予他们生命 九篇习作 说到这里 我们今天的话题叫 练口才 按数据来 12345678 910 接下来分享第十点 叫十点体会 十点体会保证 确保有章可循 我们来体会 第一个如何开头 各位 在讲话的时候 如何开头 给大家一个办法 叫百花齐放 应人质疑 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开场 不同的人 说不同的话 有一次不断地 在任何场合修炼自己 在这举例 有一次 然后一个大的 有一个企业 推销自己的什么 就是老年的一些保健产品 那天我应邀出席 然后他们就是主持人宣布 然后这个 有谁谁 某某先生做讲座的时候 上台讲话的时候 我其实我早到了 我都憋着胸脉了 我在我的座位上坐着 在台下坐着 大家一宣布 这主持人一宣布 应该马上上台接棒的 但是我们没有立即上来 然后所有的人都期待 这嘉宾怎么没来啊 还是怎么着 其实我在我那坐着的时候 就开始说话了 在座的各位老年朋友 在这里呢 给大家说上一段话 作为今天讲座的开场白 嘉宾没来 这声音哪里来的 而且又说的 对这个场面是一致的话 哪里来的 他们就在四处悬墨声援在哪里 我就缓缓地从我的座位上站起来 往台上走 我是在座的朋友 送大家一首小诗 作为今天的见面礼 叫七十不算老 八十年上小 活到一百岁 正是风光好 我读到这的时候已经上台了 然后深深地给各位鞠躬 我祝愿在场的所有的叔叔阿姨 都能够健健康康的 活到一百岁 各位 记住 七十不算老 八十年上小 活到一百岁 正是风光好 就愿在座的所有朋友成为健康的百岁老人 就所有的 一下就感觉 哇 我说今天的话题是 我要往下讲的 结果他们 李老师 来说慢点 我们记下来 你去看看 你去给别人祝福生日 包括同事的父亲过生日 你本来人家都很熟悉 你去给老爷子祝贺一下 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去不了 您在值班 来你写个条 小王 把这个给王大叔 大叔好 我是小李 今天是您 七十岁寿辰 应该到场祝贺的 但是我今天值班 送您一书小诗 向您表示祝福 其实不算老 八十年上小 活到一百岁 正是风光好 祝福您老人家 生日快乐 马上就觉得 我儿子在那是人缘 太好了 这同事之间多优水平 这个美好的东西 都会渲染开来 记住它 回去真的 除了你平常的习惯 给老父母过生的时候 给他什么礼物以外 你再写上这样一个条 马上觉得不一样 这是一个开头 有一次在国际饭店 搞一个活动 我当时呢 是搞编导的 在电视台工作 然后我说各位好 我是搞导演工作的 搞过很多作品 你想一想啊 你这个话说出去 产生什么效果 马上就有体会的 你像这样 这个讲话 底下都不买账 心想 比张艺谋还厉害 懂得 来 说过这一句话 让这不良的反应 反应到位 第二句话 回想自己的 十多年的导演经历 搞过很多作品 但是没有一部 可以说得出来 能给大家留下印象的 他们听了这个话 又感觉这个导演还行 这个人还行 来 等这个良好的反应 又反应到位 接下来第三句 因此 总结自己的导演工作 充气量 也就是个一流导演 三流是够不上了 又悠了一磨 大家哗就觉得 各位 今天既来之则暗指 我们一起公车的 坐地铁的 这么热的天 接下来给我 四十分钟的时间 我给大家 介绍一个新的东西 您可以不参与 但不要拒绝了解 既来之则安之 听着这些话 每一句都能走进心里 就是一上台要抓场 几句话 让他跟着你走 特别的重要 这也是一个开场 我给下岗工人在讲课 工会主席在台上 请来的嘉宾们 要隆重介绍出去 我在舞台侧幕 看着主席在这 各位 敬一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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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越收视力竭 底下都下岗了 没饭吃了 骂娘的都有 他就吵得更热闹 我在现场 我在侧幕看到 这个感觉 我立即就走上台去 反正很多人不认识我 我走到台上 我就给工会主席耳语 我说您可以下去了 可以下去了 他心想请来的嘉宾 把请来的朋友 晾在场上的多不好 我说您可以走 他就一步三回头地 看着我 觉得很不放心 就走了 他下 我还很有态势语的 接下来 眉飞色舞 你想 这个表情很丰富 然后讲得很有节奏感 在讲 哇哇的声音 底下骂娘的都有 这时候突然觉得 那他们谁啊 那是 他们前台词就是这样 这谁啊 讲什么呢 听不见是吧 开始哇哇的声音 风贝很高 接下来就慢慢地静下来了 再接下来 整个会场 吊歌真都能听见 就是都有好奇心理 接下来声音很圆润 说出来 再次各位好 这个 我今天 今年也四十多岁 我的哥哥姐姐也下岗了 各位 永远记住 下岗了 没饭吃了 你也许觉得半辈子跟着党走 今天没饭吃了 因此我们心里不舒服 各位 那我告诉你 下岗了 这是我们自己真的来考虑一下 面对实际问题 永远记住 党是我们的党 政府是我们的政府 它是为我们解决问题的 今天之所以开这样一会 就是要解决在座的各位朋友的问题 一个小时之后 如果还没有解决您的问题 我们再嚷嚷不辞 好吗 各位 有请公会主席 就完全大主持的概念 就是说话办事 能够立即站到对方立场 马上就会有效果 各位 这是一个开展 那说到这儿呢 给大家一个 再重复这个办法 百花齐放 应人质疑 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在咱们中关村 数码大厦有一次演讲 下午一点钟开课 很容易瞌睡 那一上来就是玩 各位 就像今天开场一样 互动一下 大家请听题 说 一个 哑巴 来到一个商店买钉子 进来之后 左手比钉子 右手比锤子 那边明白了 递给一个锤子 朋友买锤子 这边明白了 买钉子 腰了钉子以后 付了钱走人 他表扬售货员的 走了 请注意听题 接下来进来一个盲人 他要买一把剪刀 各位 他会怎么比划 直接说 买剪刀 就是一个递到手上 但那时候没有这么多 一下都知道的 还事先有铺垫 说问到谁 谁说 给别人一个思考的一定 来 大姐 您说 他会怎么样 他会这样 然后那边怎么样 只这样 那个这样 然后那边一个 大叔 大叔 您会这样 李老师 这么点小问题 还老问呢 他肯定是这样 还比了个大剪子 后来那边找按捺不住了 他说直接说就行了 我要剪刀 就可以了 这时候呢 其实就是一乐呵 整个收场 一下收到这个课堂上来 好了各位 下午容易磕睡 刚才开场了啊 咱们正式进入内容 马上就进入 这是一个开场 随时随地 不同的人 不同的开场 到什么山头 唱什么歌 见什么人 说什么话 先快一点 垂炼自己 各种各样的感觉 这是如何开头 百花齐放 迎人之意 如何结尾 各位 结尾的办法 给一个叫可长可短 利弊拖沓 从小学习写作文 叫凤头 诸度 抱尾 凤头是小而美 引人入胜 诸度 内容要充实 有后的 抱尾 什么概念 就是该结束的时候 干脆利索 像抱子尾巴一样 啪 戛然而止 言以尽 而意味穷 就是要结尾的概念 就是可长可短 利弊拖沓 根据不同的场合来 如何写稿 各位 今天可能我们 都在电脑上工作 很少动笔去写东西 但是建议各位 真的去写东西 拿本子 经常写一些东西 写一些感悟什么的 每天记忆一点东西 记忆内的东西 不是说咱们自己的小心态 在那这些什么 情啊 爱啊 当然那也可以写 去写一些感悟 比如说看到一个什么事 你有什么感悟 去写一些东西 经常练练笔 练练笔很重要 写稿 我有一个感觉呢 就是给大家一个办法 叫盘点自身 列表取舍 盘点自身 列表取舍 结合这个说法呢 给大家一个 现在说四个字 叫柜子理论 柜子 比如说咱们家的柜子 五斗厨吧 比如说啊 这一个柜子五个抽屉 五个抽屉 这柜子叫什么呢 叫走向成功 我在上面开了五个抽屉 叫微笑 热情 激情 财情 人情 比如说啊 这个明显的摆在这了 来 我说那个 怎么写这个稿子呢 写这本书呢 来 盘点自身 我可以根据我自己的 这个经历啊 以后永远记住 讲道理不如讲故事 但讲故事要讲伟人的故事 讲伟人的故事不如讲身边人的故事 但是讲身边人的故事 不如讲自己的故事 你现身说法可能对别人更有影响 因此我写 我经常写自己的那些感受 比如说写这个走向成功 我盘点自身 我所精所力 我的大致经历是这样 农村青年 高中毕业以后当兵 然后再上学 然后在北京工作 后来转业之后当记者 然后这个 后来搞这个文化公司 后来在大学教语言等等啊 这样一套经历 来 我把这些经历分开来 故乡阶段 啊 然后当兵 就是这个从军 然后转业 然后后来这个怎么样怎么样 就分成几个阶段吧 来 把任何一个阶段都可以怎么样 找几个故事代表这个阶段 能不能 来 列表 你想象啊 从小到大 你就是经历深刻的那些事 列出来 列了一个长长的单子 代表着回首来时路 啊 这这多少年来走过来 就是这些阻迹 来 对着这个单子 看看这个柜子啊 什么故事可以塞到微笑抽屉里的 来 来宅它 什么可以放到热情里头 什么可以激情 以此类推啊 就是这样一个感觉 把这些内容在这里有所体现 然后把这个单子就扔掉了 然后再关上抽屉 这个完整的印象啊 来 再打开抽屉 看看微笑里头有多少个故事 你所经所理所知道的东西 在这里所体现 把这些故事 这个单子 然后再彻底的写出来 哪怕平常老讲的故事 你也给它写出来 形成白纸黑字的文字 啊 这样不断的丰富它 这个都塞满以后 再加上前言后语 就是一个非常棒的书 啊 这叫写稿的一个经历 以后呢 就是记住柜子理论 或者叫抽屉理论 告诉大家 比如说抽屉 来大兵来做个实验 来 来 请来 各位啊 为了形象一点自己体会啊 我们来介绍一下 比如说啊 我来介绍一个产品 看啊 刚才说的柜子理论 比如说您在 讲话一定要有层次感 讲话一定要有层次 好 在座的各位朋友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新产品 现在在我面前的呢 大家看到这个黑的部分 啊 人类叫头发 头发 啊 这个头发 很好的 又长又短 又黄又白 更重要的是黑啊 这个 哎 好 各位 关于这一部分 我先说到这里 你听着啊 就好像比如说这是一个产品 我刚才介绍黑的部分 这就开了一个抽屉 这叫头发 那 在这个介绍过程当中 可能介绍的有点乱 啊 黄的白的黑的为主 如何 听着啊 啪 关于这一部分 我先介绍这里 砰 就把这个抽屉关上 关上 来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 这个 哎 红白相见的这个地方 这叫上衣 哈 这个上衣呢 如何如何 好 关于这一部分 也说到这里 来 在介绍的过程当中 对你了解最透彻的部分 你可以展开来读 不透彻的部分 你点到为止 啪 关上抽屉 有开头 一定要有结束 啊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 这叫什么呢 这叫迈克 也叫话筒 啊 这话筒是传达声音的 在任何场合 都要用得着它 一传出去会不一样 会让更多人 听到这样的一些 啊 你的声音 你的知识 你的道理 啊 会让更多的人感觉 我们看看这个话筒 真的是这样 来 你能演示一下这个话筒 来 随便说一些话 大家下午 好 好 谢谢 哎 你看这个话筒 一传出去 不一样了 啊 当然我们是拿大兵举例 各位 今天关于这件产品 我就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 我今天说了三部分 头发 上一话筒 好 谢谢大兵的配合 好 谢谢 谢谢 你看啊 我的意思啊 咱们从这里头体会那个柜子原理 到哪去讲话的时候有层次感 然后一定要能够能够开开又能够关上的 对你不明白的部分啪就关上 关于这部分 谈到这里 对你感就是明白的部分你可以讲的多一点 好 今天我讲了几个部分 如何如何啪啪啪一关上 这套东西送给大家 这就有有层次感 啊 去体会它啊 去体会它 不要眉毛胡子一把抓 刚才讲到这一部分又翻回来又说这一部分 就不够好 要有关抽屉的概念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个如何提高文采 各位 如何提高文采 办法处处留心咀嚼背诵 处处留心咀嚼背诵 刚才我们前面提到九篇喜作 你看可以九十篇喜作 就是在生活当中 你感兴趣的那些文章也好 歌曲也好 多多的去感受它 往自己身上武装 处处留心咀嚼背诵 比如说这次我昨天从长沙回来 在五一广场在溜达的时候 发现那有一句话 让就是给长沙一个世界的高度 我立即觉得长沙人了不得 这样一句话 立即提升整个城市的质量 那么我在讲课的时候 我说我在五一广场怎么样怎么样 发现这样一句话 今天送给大家 也许大家知道 给长沙一个世界的高度 我说这叫雄心壮志 这叫生命质量 各位 我相信长沙的明天不是梦 一定会越来越美好 处处留心咀嚼背诵 看到一个好东西 真的学到自己脑袋里面 时代光华的理念是什么 记在脑子里 对吧 我们中央那儿台又怎么样 清华大学怎么样 北京大学怎么样 对吧 清华大学的校训是什么 厚德在务 自强不息厚德在务 对吧 北京大学呢 就是什么 有容乃大 因此他们说 为名湖是海洋 到哪里去了 抓精髓 抓感觉 说到这儿 多送给大家两句 告诉大家 学习从身边做起 从身边做起 比如说现在倡导的 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到底是什么 作为一个 今天的这社会的人 一定对主旋律的东西 在你脑袋里有所印象 才好 三个代表 三个代表是什么 分别代表什么 把这些东西你说背会它 容不容易 但是平常不具流行 天天在学习 有的时候也讲 不明白 来 就是把一个东西 彻底的学会它 背诵它 成为我的 一体国歌 往那一站唱得很好 国际歌 对吧 我一直说 一个人唱回五首歌 就成为世界公民 一是国歌 一是国际歌 一是两个人的歌叫 什么 两只蝴蝶 然后再父亲 母亲 马上不一样了 父亲 母亲 两只蝴蝶 国歌 国际歌 就走向国际了 你可以想象全体起立 大会议 奏国歌 电视台的镜头 就在前面摇来摇去 到你老人家那 口型都不对 你说多不好 来反过来 你说学会它容易 因此一定 学习从身边做起 您是干什么行业的 那个行业 有什么规范 把那个主要的东西 一定背会 把自己的工作 纳入这个大的旗帜之下 所以国家的脉搏 一块绿洞 你就会成为大公民 大感觉 比如说公民道德规范 是什么 就是主权力的东西 往心里寄 寄 说 这样就有感觉了 因为方向无比的明确 这样就好 在这里举例说 桂林山水哥 在别康乔 周总理 微笑 见啥说啥 编号记忆 见到什么去锻炼什么 这一点特重要 我经常在外边 不是我搞演讲吗 我搞波音指导吗 经常有人问我说 李老师 您来帮分析分析 您能听听 您觉得我朗诵的怎么样 我说来送一段 朗诵一段 他马上来送一段 来一段 你比如说他的词 我根本就没有印象 我也不懂 因为他说 再别康乔如何如何 他朗诵完了 我说 那我要给他指导的话 我都不会那个词 那多难过 你第一句是什么来着 那我再问 那就没意思了 我说你这里的话 缺少情感 另外的话 那个词读的不准确 应该是 成一只长高 而不是成一只长蒿 你就知道非常具体 我说我来给你示范一下 你来体会 比如说 你就立即 你脑袋立我 新手拈来 立即输出 再别康乔 徐志摩 轻轻地 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地来 我轻轻地招手 坐别西天的云彩 那河畔的金流 是夕阳中的新娘 啊 波光里的燕影 在我的心头荡漾 软泥上的青杏 油油地在水底招摇 在康河的柔波里 我甘心做一条水草 那鱼鹰下的一坛 不是青泉 是天上的红 柔碎在浮藻间 沉淀着彩虹似的梦 寻梦 撑一只长高 向青草 更清楚满宿 满载一船星辉 在星辉斑斓里 放歌 但 我不能放歌 悄悄是别离的生肖 夏虫也为我沉默 沉默 是今晚的康桥 悄悄地 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地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 一片 云彩 进入角色 进入角色 各位 就是 提高文采 你要不断地记一些好的东西 记一些好的东西 人家在那说海燕如何 你啪张口就来 你不断地 你脑袋里有东西 有能量才可以的 一篇一篇去记录它 提高文采 必须你读一些有文采的东西 去体会一些感觉 说到文采 在这里 前面 我简单地提示一下 在这不列出一条 我给你几个好的到位的认识 比如说刚 上午我们谈到团队 是口才 和耳朵和人 就是有口才的人 给一帮有耳朵的人讲话 叫带动团队 这是一个认识 和谐 怎么解释 各位 现在主旋律是和谐 和怎么写 和和口 这叫人人有饭吃 谐呢 言 接 人人敢说话 人人善于说话 会说话 这叫和谐 再给大家三个字 人一辈子做人很难 但是三个字 立即就体会得 把人生总结得特别好 各位 写下三个字 第一个叫卡 卡片的卡 就是上下 这个字代表什么 就一个人要能上 能下 再给一个字叫兵 文武兵 能文能武 能文能武 能上能下 再给一个字叫尖 小大 你知道这三个字 让我们大有体会 一个人能能大能小 能小能大 能上能下 能文能武 那你就一辈子不一样了 把这些感觉 还有经常我们提到 对别人有用 用怎么解释 用在说文解释里这么说 什么叫用 就是在这个框子里 没有两下子 最起码要有一下子 把一些文化的东西 通俗一懂的去理解它 一提起来 有两下子 有两把刷子 那您这个人不一样了 于是有时候 开动脑筋 做这个有创意的人 平常你自己 完全根据你的想法 去赋予它一个什么意义 读东西也是一样 大大方方的去理解它 感受它 一切大大方方 在哪方面不会不丢人 今天学习再一次说 是一辈子的事 各位 因此今天主张本科毕业以后 不见得非马上读研读博 在找份工作 在社会上磨爬滚打 有一些经历以后 确定方向再去读研 去钻研 学习是一辈子的事 北大清华都打开校门 像现在时代光华 流动学院 空中课堂 哪里都是课堂啊 以后北大清华 你修满他的学分 就是他的学生 以后就是教育再改革 一切就是这样 中国社会逐渐 从学历社会走向 就是从学历崇拜 走向能力崇拜 叫行家一出手 就知有没有 像张瑞明 多少年前用人 就采取一个原则 赛马不像马 企业问题摆在这里 博士说是高中生排队 谁给我解决的好 谁就是我的人才 你说你是博士 国家都承认 我不承认 那我这用不着 最起码不是这的人才 这就是在深圳 一个前功比一个博士后 拿的要多的多的 这样一个原因 今天社会越来越现实 以能力来就业 各位 就是有什么能力 往那一站 劝学实实 在某一方面的修炼 就是到位 一招先吃遍天 一定要聚焦 一定要不断地去 做一个 咀嚼一些好的东西 背诵更是这样 咀嚼他 反复地背他 他就背会了 另外记忆有规律 开始记住一个东西 需要一周 接下来一两周之后 你复习一遍 再后来就形成长期记忆了 把一个东西吃准它 一辈子都是你的 这些能力是你的 这些是这样 这是如何提高文采 处处留心 咀嚼背诵 如何消除恐惧 各位 办法充分准备 从容面对 毛泽东主席告诉我们 不打无准备之仗 干任何事情都充分准备 去做功课才可以的 不准备一定是打败仗的 不准备也是一种准备 那就是为失败 做好了最好的准备 就是充分准备 从容面对 以后那回到讲话上来 以后要出席一场 比如说 他台上讲话 你紧张 告诉大家一个办法 组准备是第一条 准备是第一条 没有任何捷径可走 第二 深呼吸 你也准备了 但是还紧张 缺少锻炼 紧张 深呼吸 前面教过的 那个吸憋呼 你不像张三在台话 也是轮流 待会儿十分钟以后 你要上台的 这时候你在后台 在那做准备 来 你看着窗户外边 那棵柳树垂柳绿色 你来深呼吸 吸满了以后憋住 憋着 然后吐得远远的 减轻了很多 你坐几遍以后 减轻了很多 叫深呼吸 短交流 各位 来到一个场合 十分钟以后 要开会的 你要上台讲话的 这时候啊 短交流 看到什么人 你跟他交流交流 在这一个会场里头 各个角落 点亮一个人 叫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啊 你进去了 停这边 因为开会之前 人家都在喧哗呢 没正式开场的 听那边讲四川话 走近他 你是四川的 我是成都的 老乡 纠燕桥消不消的 马上觉得老乡 一听湖南人 你是长沙的 我是乡坦的 马上就不一样 听善 善些的 那是行啊 那个情之道消灭 马上不一样 再听那边 京腔京韵 大妈 您是北京的 认识您很高兴 待会我讲课 谢谢您 一下就觉得 您是北京的 不一样 一看那边穿军裤 在那个角落点燃他 您是部队的 我是转业的 我也是部队的原来 认识您很高兴 马上就是战友 各位 这个你看啊 待会主持人宣布 下面有请某某先生 做报告 啪 往台上一站 因为刚才打过招呼的人 你冲他笑 他就对你笑 你对他打招呼 他就对你笑 哪个角落都有你的人 让那些不知道你的人 哎 在想自己孤陋寡闻 那么大的名人 我怎么不知道 他会这样 这叫短交流 迅速形成一个概念 各位 欲有紧张 说出来 比如说确实紧张 忘了词了 那愣撑不行 是吧 真的是 我昨天晚上一晚上没睡 我觉得准备的还是很好的 今天 见到大家这么高朋满座 真的聚光灯下 我有点紧张 各位 我申请大会主席 我往后顺言几个好吗 谢谢谢谢 不耽误大家时间 真的不好意思 各位 耽误大家 耽误大家 非常抱歉 来 有请下一位 同样是一种很好的感觉 欲有紧张 说出来 你紧张吗 我不紧张 我叫不紧张 这些明显的紧张的够呛人 不不不紧张 不紧张 你摔啊 不紧张 至于死地而后生 实在讲 那就是准备不够 仍然背后下功夫才可以的 要想人钱显贵 必须背后受罪 沈阳有一句话叫 要想长多大脸 先献多大眼 就是这些 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 干什么都要下功夫的 消除恐惧 谈到这里 如何面对质疑 各位 面对质疑 叫距离力争 先礼后兵 距离力争 先礼后兵 做什么呀 一定要有定力 各位 要有定力 比如说 我是讲课的 我是经常在外边演讲的 给我一个话题 如果说你要征求意见 你说这堂课好不好 然后大家一定是各有各的想法 完了之后 来各位都提提意见 如果谁提意见 你就立即改 你比如说行成这样 你提的对 我改 我改 你也说的挺好 我改 你真的是这样 你就完全失去了自我 就没有自己了 因此在相对一个时间里头 相 就是相对的时间里面 允许可以不完整 用泛展的眼光去看 你不断在进步才可以 你不能处处都形成 这个处处在那改正 你就没有感觉了 这些年 我们在学管理 学销售都知道了一个原理 叫什么 短板理论 是吧 各位 是是纷纷在补自己的短板 但现在立即改正它 立即造什么 就是扬长比弊短更重要 有多少人跟我说 李老师 您给我提提建议 提提意见 我说本来又没 你再给我说说缺点 我说本来就没多少优点 还老说缺点 还火不火了 真的是这样 发现优点 去扬长比弊短更重要 扬长 看看 真的盘点一下 哪是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每个人他地位再卑微 他一定有一方面 比别人所长 聚焦自己的优点 把这一点发挥到最长 搞成特长 哪怕这一点很窄 您在这一方面就比谁都强 这就是你的市场 各位体会一下 看看 原来叫360行 行行出状元 今天呢 其实社会分工 3600行都会有 你看在一个小区里头 买饺子皮 就是专门做饺子皮的人 蒸包子 就是那谁蒸的好 吃馄饺就是谁 那买馒头 就是专门蒸馒头的地方 各位 今天啊 不管您是做什么的 来 把您现在的本质做好它 做好它 不要好高欧远 就把眼前做好 您就永远处于不败之地 啊 这一点很重要 这叫不断的去感受它啊 如何面对质疑 在你准备的在族 也会有人给你提出这样 那样的问题 但是要有立场 尊重在先 坚信自己 不断完善 这叫循序渐进 啊 特别重要 要有立场 不能失去自我 第七 如何展现自信 自信 自信太重要了 我们上午说到 有自信才会有他信 有重信 有公信 啊 有了公信力 就会有好的发展 不断地培养自信 就练就金刚钻 应对百样花 怎么练就你的金刚钻 从现在开始 一定要有方向感 你这辈子到底在干什么 以每前进一步 都向终极目标进了一步 而不是天天调整方向 50岁了 还没找准自己要干什么 那就绝对没有前途 啊 这是这样一个说法 学习普通话 找准症结 逐渐提高 啊 你看我从王家港 我们烙酒活 就是这个活 啊 这么多人在这听课 道理小语 真要在这听课 道教不容易 向甘味选信 这是老家话 哎 再看李老师的普通话 一级甲等 普通话三级六等吧 哎 三以三甲 二以二甲 一以一甲 最高级别 一级甲等 啊 国家预委测试 98分成绩 啊 那么怎么来的 就是不断地修炼 得来的 女朋友跟我谈恋爱 半年了 从我的桌子上 有一封来信 谁的信 我说我的 你改名了 我说没有啊 你叫李真顺啊 我说是叫李曾颂啊 那时候咱们老家话 是咨词词给支持师不分的啊 李曾颂 他说你叫李真顺 我说是叫李曾颂 一开始就没骗过你嘛 你看连自己的名字都叫不准的 那今天可以在各个地方讲语言的 哪里来的 功夫 下功夫 学普通话 就是说找准癥结 逐渐提高各位 普通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啊 搞好心理暗示 毛遂自荐 舍我其谁 潜意识杀人法 我们已经感觉到了 永远的记住了 大大方方的给自己心理暗示 太好了 我能行 啊 永远的真顺 这样两个字挂在心头 啊 这真的很顺道 你真顺 同顺同顺 恭喜恭喜 同顺同顺 哎 这种感觉 哈 这是搞好心理暗示 如何推销自己 各位 今天这个社会 一定要是走到哪里 大大方方的做自我介绍 到哪里 大大方方告诉您 我是做什么什么工作的 有这方面需求 与我联系 啊 希望跟您合作 马上就会不一样 万事开头难 不比上青天 做任何事情 一旦钻进去 芝麻开花板 各位 这个首战告诫 神武倍增 做什么事情 都要投入的 认真准备 才会有更好的效果 以后 大大方方的 介绍自己 啊 就是 广而告之 好久也怕巷子深 今天啊 走到哪里 主动递出去 橄榄枝 可以各位打交道 到任何地方 往内站 您好 我是谁 来自某某集团 认识您 很高兴 有这方面的需求 跟我联系 打搅您了 再见 啊 永远的事 真的很好 啊 你这门公司骗人 对 您说的对 您这个人真会开玩笑 是吧 马上就缓过来 啊 就是推销自己 大大方方的 把自己介绍出去 各位 回顾今天的课程 12345678910 啊 给大家一个说法 一心 来 我们把这一段 念出来 铿锵有力一点 啊 认真一点 一心一意 炼口才 开始 一心一意 炼口才 两道金玉 激心怀 三大 环节 强有弊 四种四路 莫忘记 无上修炼 神经灵 六套法则 义无穷 七个古咒 出发章 八点 白风 神飞扬 九点 习坐 有能量 十点 体会 是方向 嗯 把这12345678910 我们经过分享 大家都理解了 回头根据的课件 哎 仔细的去往身上武装 各位 来 请全体起立 用最快的速度 最简洁的方式 哎 来 说这样几句话 各位 来 结合态势 也说出来啊 说出来 各位 今天我们上的一堂课叫练口才按数据来说出来 盘点收获 告诉大家总的收获 有数了 自信了 不再恐惧了 不再恐惧了 思路轻了 思路轻了 表达顺了 表达顺了 太实与帅了 太实与帅了 更能走进人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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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眼神老飘离不行的 又是 来 更能走进人心了 更能走进人心了 好 祝福大家 请坐 各位 最后看一幅画面 我想告诉你个什么 您觉得 这个画面上有一条信息 你觉得我最想告诉你的是什么 接力棒 这个读的不错啊 你看 话筒给你了 你也行 对吧 来 今天上的一堂课叫练口才 按数据来 目的是什么 想练就好口才 跟我说出来 练就好口才 练就好口才 温和的愿望不可以 强烈的渴望能实现 强烈的渴望能实现 温和的愿望不可以 强烈的渴望能实现 强烈的渴望能实现 这是这个画面 做任何事情 只有温和的愿望不可以 我想提高口才 不行 我要提高口才 你就会把今天讲到的东西 往自己身上去用 只要你用 就会有效果 在这里深深的祝福 各位朋友 还是那句话 祝福在座的所有朋友 能够高天扩地 斩雄才 举步生辉 创美业 这次课程到这结束 谢谢在座的各位